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的红法大师卢君洪台长 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 澳洲华人佛教学会会长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二十年 卢君洪台长以佛法的仁爱慈悲感化众生 弃恶从善 以菩萨的大神通点化众生 通过学博 修心 念经 改变自己的命运 弘扬中华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研究图腾世界 培养儒学精神 卢君洪台长 作为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以白化佛法指导现代人生 帮助众生获得心灵的解脱 改变命运 离苦得乐 因此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卢君洪台长所创立的心灵法门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弘法足迹遍及北美 澳洲 欧洲 大洋洲 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获得世界六百多万佛友的尊敬和爱戴 在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卢君洪台长获得世界和平奖 同年十月 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在2012年9月 卢君洪台长应邀前往哈佛大学 做大型演讲 卢君洪台长数十年如一日 洪法度众 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 获得世界宗教界 学术界 及西方主流社会的高度肯定 世界和平大使 卢君洪台长 继台湾高雄 世界和平 万人祈福大会 圆满成功之后 再将和平之音 佛法之光 普照欧洲大帝 与欧洲各国同修 共沾法喜 共同沐浴着 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三年来 欧洲同修 精心耕耘 红法度众 将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之光 传遍欧洲大地 至今 心灵法门 已在欧洲 近二十个国家 生根开花 普利众生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航普度 刚刚圆满成功举办 德国法兰克福大型法会 今天 我们又再次相聚在法国巴黎 特别感恩 为本次法会 发心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谢社会各界的努力 成就今天的殊胜机缘 成全众生 亲闻佛法 也特别感恩 前来祝援的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再一次感恩大家 接下来 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将为我们慈悲开示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 卢君洪台长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卢君洪台长 接收同修 敬献的鲜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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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